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中共召开四中全会期间 昨天官媒发布所谓中国新闻奖得奖名单 针对薄熙来去年一审宣判时代借据照片 这张照片获得了二等奖 照片当中薄熙来身体从上到下 被两位法警紧紧控制了这些细节 被指讯息量极大 当时就曾经引发关注 现在照片在四中全会期间又成为了话题 外界一册与薄熙来有关的周永康 江泽民等人也将面临清剿